再来看看有厂商脑筋动的可快乐 找了山寨版模特儿或者是艺人表演 这样除了可以节省大笔的代言费 还可以吸引消费者 像最近有一支我回来了的广告 找了酷似林志玲的模特儿黄詩詩 担任主角 网络的讨论度极高 也因此让她爆红 而记者找到了这位女模 本人不论是长相或身材 都跟林志玲非常的相似 大家好 我回来了 熟悉的台词加上水旺旺的大眼 白皙的皮肤 狗跳的身材 看到她 你会想到谁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想念你 想念熟悉的你 没错 就是因为长得像林志玲 让女模黄詩詩接下广告 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志玲姐姐回来了 比一比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 眼睛鼻子和嘴巴 都跟志玲姐姐长得超级像 内地过来的朋友 然后我在台上就是主持完 就是走到台旁 然后他们就在台下一直就是 很惊呼的眼神这样 我想说我认识你吗这样 后来才发现他们把我认识是 以为是林志玲这样 不管是广告还是主持 纷纷早上黄詩詩 就是因为她壮脸林志玲 大家都会说 你可以看到她 就是可能外形长得比较像 就是小林志玲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 对我比较有印象 可能就有多一些的机会这样 来来来来来来一笔 帮起马尾穿上蓬蓬锤跳热舞 目前就读大学二年级的陈静轩 因为长得像王心凌意外爆红 拿着两人照片比比 同样都有一双会放电的眼睛 勾挺的鼻子 笑起来像月亮的嘴巴 相似度80% 很多广告商其实会比较喜欢甜美的 就是长头发 然后甜美可爱的女神 所以就是还占蛮大的游士 曾经宣传媒说 长相王心凌 蔡依林的综合版 厂商找雷 长相神色的女魔 既不用花大笔的代言费 还能成功引发话题 行销次价的商品 这也难怪最近 酷索模仿山寨的广告 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们看车 我慕尼台北一双会报道